耳朵耳鸣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耳聋耳鸣的调理方法 导致耳鸣耳聋 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个就是因为神经性的造成了耳朵耳鸣 再有就是因为中耳炎治疗不好 久而久之呢 形成的耳鸣耳鸣 现在呢 我们就因为神经性导致的 和中耳炎导致的耳鸣耳鸣 给大家呢 配两个中药方计 大家来看啊 第一个先说神经性耳鸣耳鸣 我们用这几位中药之计 熟地 三十克 山药 十八克 茯苓 六克 山鱼肉 十八克 丹皮 九克 折蟹 六克 狗肾 六克 雌食 三十克 鸩 安这个中药啊 一日一季 这一季呢 早晚各煎 两次饭后服用 就是早晚各煎一次啊 一共两次 啊 这个就是应对神经性耳聋耳鸣的房子 接下来呢 是中耳炎引起的耳聋耳鸣 我们先看中药的房子 柴虎六克 黄旗 九克 黄莲 三克 枝子 十五克 龙胆 六克 莲鸟 九克 大黄 六克 莲昌蒲 六克 猪胆枝 三克 同样一日一季 早晚各一次 饭后 服下 这个是中药的方济 接下来我们来看 调理 耳鸣耳聋用到的字令和口诀 口诀 起眼看青天 仙人在身边 南摩树冬治病先师 一二三四五 金木水火土 太上老君 集集有灵 一请天上神母 二请药方祖师 三请药公万福 四请治病先人 五请太上老君自主有灵 集集有灵 好 大家跟我一起来念 出我的口 入你的心 起眼看青天 仙人在身边 南摩树冬治病先师 一二三四五 金木水火土 太上老君 集集有灵 一请天上神母 二请药方祖师 三请药公万福 四请治病先人 五请太上老君自主有灵 集集有灵 这个是调理耳聋耳鸣用到的字令 这个字令 这个用法呢 把中药煎好之后 我们先念三遍口诀 然后用箭指 把这个字令 划到中药汤中去 然后 让患者呢 把药浮下 这个是调理耳聋耳鸣的一套方法 这个字令呢 上面是云头就是雨 下面是箭 箭箭的箭的繁体字 中间是那个车 就是那个 我们像象棋的那个鞠啊 那个字啊 三点水 一个车的繁体 然后一个一斤两斤的斤 下面就是繁体的箭 竹箭的箭 下面呢 是 虽然说下面是一个鬼字啊 但是下面它不是一撇 它撇横折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聪明的葱 啊 聪明的葱 把这个字令呢 用箭指 可以画在这个中药上 也可以画在中药 这个煎成的汤器里面 然后我们来服用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